记者王骏忠台南报道,台南市乌克利利推广协会于今天下午,在市里文化中心假日广场举行南市一场被乌克利利小学生弹奏大赛,有八所小学,上百位选手同场敬意。 主办单位希望及此百乌克利利乐器推广到各地小学,让音乐教育能潜移默化小学生的个性与气质。 此次在市由北辽、归南、长安、永康、复兴、永康区胜利、日新、宝人等小学,上百位学生选手在现场卖力演出。 力判佳继南市乌克利利推广协会结合是议员层培雅服务处,于今天下午办这场立场被乌克利利小学生弹奏赛。 协会理事长廖维仪表示,孔子说一风一俗,莫善于乐,对于敦正社会不良风气,透过音乐教育是最好的,因此筹办这音乐比赛,主办单位把参赛对象设定在南市小学生。 目的希望音乐教育能向下扎根,并期望年轻学子透过比赛展现创意、讨厌性情,潜移默化自己的个性与气质。 依乌克利利弹唱整体音乐性25%,弹唱技巧25%,弹唱台风默契25%,表演创意性25%,综合以上评比项目。 录取官、亚、季军、乌克利利弹唱技术奖、最佳造型奖等5个奖项,最高奖金12000元,也让各校音乐社团成员能相互交流。 切磋成长协会表示,该会鼓励各校主动召集校内音乐性社团组队参赛,不同社团间有不同文化,共同组队参赛好处多。 因为乌克利利容易上手,学习成本低,学生可透过乌克利利团练小兵力大功,学习社团之间的团队合作与默契,创造出音乐文化多元性,激荡不一样的火花。 接下来,接下来,接下来,接下来。